渔船起火意外 这是一艘本国籍渔船 26号晚间从鸡楼八斗子鱼港出港 27号上午行经彰化外海 船上突然起火 船员立刻跳海逃生 索性船上三个人 已经由附近的船只救起 虽然有失温现象 不过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白色渔船起火燃烧 船出大浓烟 烧成一团火球 还在热烧上 渔船起火在海面上载幅载程 三名船员第一时间跳海逃生 生死未捕 海巡队巡防停到场 幸好三人已由附近船只救起 但有失温现象 一艘本国籍渔船 26号晚间从鸡楼八斗子鱼港出港 27号上午行经彰化外海时 船上机船主机突然起火燃烧 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后 随即跳海逃生 身体都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有失温的现象 本队的同仁先给予热水淋浴 再提供保温暖潭 由于这艘渔船的驾舱 船舱就已经烧毁 在事发的海域也没有发现游污 所以我们的船先将这三个人送返台中港 三名船员一名本国籍 两名外国籍 他会逃生算有失温现象 幸好救一后没有大碍 至于机舱主机怎么会起火 原因还有茶 记得乘客王东山 台中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